每日一百字 歇心 獨心 明心 原來開悟這麼簡單 苗董 楞言一千日 讓我們一起共同學習 苗董 楞言一千日 第一百四十八日 經文段落 阿難 又如所名 蛇位為元 生於蛇事 此事為父 因蛇所生 與蛇為戒 因位所生 以位為戒 阿難 若因蛇生 則蘇世間 甘蔗 烏梅 黃蓮 石岩 細心 江貴 多無有味 乳至長蛇 為甜 為苦 若蛇性苦 誰來長蛇 蛇不至長 俗為知覺 蛇性揮苦 味至不生 銀河利劍 若因未生 四字為味 同於蛇根 因不至長 銀河四字 四味 非味 又一切味 非遺物生 味際多生 四陰多體 四體若一 體壁未生 鹹淡甘心 合合俱生 諸便意象 同為一味 因無分別 分別既無 則不明事 銀河 護名 蛇未事件 不因虛空 生辱心事 蛇未合合 即於世中 言無自信 銀河 戒生 事故當之 蛇未為言 生蛇世界 三處多無 則蛇以味 即蛇界三 本非因言 非自然性 蕭文 主題 明蛇未世界 即葬性 整理 蛇根接觸未成 而產生蛇式分別作用 六路在蛇路的幾粒 以蛇自舔純紋 舔久了令蛇花朗 十二處 在蛇未處的舉例 以蛇來藏 疏落 醍醐 滋味 使味 維護 生於空中 生於蛇中 還是生於時中 十八戒 在蛇未世界的舉例 蛇根未曾互相為原 而出生蛇式 這個蛇式是因蛇根所生 以蛇根為界 還是因未曾所生 以未曾為界 經對蕭文致詞 恭請建徽法師 慈悲開示 各位全球雲端共秀的學員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論言經一千日 第148日 我們要談蛇未及蛇式的三界 即如來藏 妙真如性 那一開始呢 我們就知道這一段的重點 就是這一切的幻化之象 是幻象 但是它的本體是真如 乃至於不管是五音 六路 十二處 十八戒 都是如此 那佛陀佛陀一一舉例 現在呢 舉到十八戒 這十八戒 如何是本如來藏 妙真如性呢 因為呢 所有的現象 都是虛妄的 所以要了解 它非因緣 非自然 就可以排除世間的這個實相 世間所認識 以為它是真實的 但是事實上呢 其實它是虛妄的 那雖然是虛妄 還有不離 如來藏 妙真如性 那這一段呢 就要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那從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六根 六成 乃至於六式 這三個類別的法 總共有十八戒 十八類的法 形成這個身心世界 我們所感受到的 所相處的 乃至於能夠看得到 摸得著 這一些呢 都是如此的真實 那尤其是蛇 蛇事跟未成這一組啊 特別是我們的快樂的來源 每天從早到晚 我們要吃飯 吃飯是遇見眾生的基本需求 沒有吃飯會死 那在吃飯的過程 吃得好 有吃得好的感受 吃不好 也會有吃不好的苦惱 那這個蛇呢 到底是如何的來讓我們產生顛倒的夢想呢 那所以前面呢 在六路的時候 用舌頭來產生蛇事 這個蛇事 是真實的嗎 在十二處呢 又有出現了好吃的乳酪酥 乃至於啼湖 那這是上位 這個上位的味覺 是從哪裡來的 那佛陀呢 在十八戒這裡呢 就講 蛇 味 這兩個呢 互為原 蛇 味為原 生 於蛇事 那我們知道呢 哎呀 為什麼我吃東西會覺得好吃 因為我舌頭嚐到了胃 這兩個呢 互相攀緣 攀緣了之後 就產生一個 這個好好吃的一個蛇事 那這個事啊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此事為父 因蛇所生 以蛇為戒 還是因為蛇跟蛇互相攀緣的一個情況 蛇攀緣到胃 那胃呢 來促成蛇 所以這兩個啦 互相來成就 那到底這個事是從蛇來的 還是從胃來的呢 那我們說第一個 先從蛇這裡來談 若因蛇生 我們看到了這個蛇頭的分布區 他因為味蕾集中在這個某一個地方呢 他可以特別嚐到這個味道 譬如說這個檸檬的酸 或者是呢 這個甜 或者是鹹 還有辣 那這些呢 都是一個味覺 那如果這個味覺啊 是從蛇頭本身來出現的話呢 那事實上呢 這個酸甜苦辣的這一些 這個世間的食物 他其實應該是沒有味道的 因為味道如果從蛇頭生 那我們就吃自己的蛇頭就好了 那蛇頭就會產生了味道嘛 但事實上呢 我們看到這個世間的東西 甘蔗是甜的 烏梅是酸的 乃至於黃蓮是苦的 鹽巴是鹹的 辣椒是辣的 是辛的 那這個薑 他就有薑的腥味 這一個是辛 一個是辣 那這些酸甜苦辣的辛 那到底是有它個別的特質 那我們吃到的到底是因為它的味道 還是舌頭的味道呢 那事實上呢 那如果是從蛇頭藏的 那世間的一切的這些食物啊 都無有味 那你自己藏蛇 那我自己藏自己的舌頭 吃吃看 是甜的還是苦的呢 若蛇性苦 誰來藏蛇 蛇不自常 俗為知覺 蛇性非苦 味字不生 云和利界 那如果呢 我們說好 那這個自己的舌頭啊 的確 我們自己會出現這個味道 有時候是如此啊 那假設蛇性是苦的話呢 那請問那個苦啊 是誰來吃到呢 是不是蛇頭自己藏蛇頭嗎 蛇頭怎麼自己吃蛇頭呢 蛇不自常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矛盾啊 因為蛇頭如果有味道 誰來吃蛇頭 我們吃到的蛇頭都是別人的蛇頭啊 你有沒有吃過自己的蛇頭 有 我有咬蛇 可是你咬蛇不是藏蛇啊 你不是來吃蛇頭的味道啊 蛇不自常 俗為知覺 那你怎麼會知道 蛇頭是什麼味道呢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自己吃試看 這個到底自己的蛇頭是什麼味道 不知道啊 那如果蛇性非苦的話呢 蛇頭是苦的 那誰來吃到這個苦味 蛇頭不是苦的 那其實就表示沒有這個味道啊 味字不生 不管是苦的 甜的 辛的 或者是酸的 通通都不是蛇自己產生的 那不是蛇自己產生的呢 欸 這個味啊 它就不是從蛇而來 雲和利界 你怎麼可以說 現在所嘗到的這個蛇事啊 是什麼 是因蛇而生呢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個呢 若因味生 如果要從味道而來的話呢 那視自為味 同於蛇根 因不自常 同樣的 我們說這個好酸啊 好好吃啊 請問這個視 它自己就變成味的話 那它就跟蛇頭一樣 它就沒有辦法去知道自己的味道呢 雲和而視之 是味非味 是不是 應該跟蛇頭一樣啊 它沒有辦法吃自己嘛 那你怎麼能夠認識自己呢 是不是 這個味覺啊 它是從蛇長味而來 那現在呢 味 它自己就產生了一個視 那請問這個視啊 它怎麼知道自己的味 所以呢 雲和而視之 是味非味 好 再來 又一切味 非一物生 味即以多生 視音多體 鹽巴有鹹味 那它不是從一個東西產生各種味道 那既然有各種味道呢 那請問這個視是不是 辣椒的辣就有一個視 那鹽巴的鹹就又有一個視 是不是應該如此 那視多個視就變多體了 好 那如果呢 視的本體 視體若一 體必未生 鹹淡甘心 和和俱生 諸變異象 同為一味 因無分別 好 那如果說啊 不是啊 這個視應該不是很多個視 不是很多個心嘛 那視的本體呢 應該是一 那這個一的話 來產生 從味而產生的這個一 那表示呢 這味 不管是酸甜苦辣鹹淡甘心 會變化的 同為一味 應該是同一個啊 因為產生出來的視 是一個嘛 那表示來源的那個味 應該沒有分別 不管是吃到甜的 還是鹹的 和和啊 就是 鹹的加甜的啊 會產生第三種味道 酸的加甜的 欸 就就產生另外一種味道 叫和和啊 聚生啊 那或者是有一些變異 有的食物啊 啊 如果加溫 它就又變成另外一種味道 啊 這叫做變異 有的是產生化學變化 有的是產生物理變化啊 那都不一樣 那都會有這些變化 那都會有這些變化 不管是怎樣 那個味道啊 會混搭 混搖啊 那混搖之後呢 欸 不管是什麼味道啊 應該都是同一個 因為你產生的這個認識啊 是一嘛 那認識是一 那就叫做無分別啊 有的人修行修得很好喔 修到最後都沒有分別 你問他 欸 好不好吃 他說 我不執著 所以沒有分別 事實上不是啊 我們知道它是好吃的 知道不好吃 所以我們要去分別它 如果不分別 那就不叫做是 既然叫做是 就是有分別 怎麼可以說 我們現在這個味啊 所產生的事啊 它是不分別 它是同一味呢 也不對 所以呢 這裡就是 非從味而生 好 那再來呢 第三個 既然非味 也非蛇 那是不是平空而生呢 也不對 所以你說 好 那就是 舌頭的這個味覺啊 本來就有 它是從空而生的 這叫做自然嘛 那事實上又不對啊 你不可能沒有靠吃而產生的味道啊 它味道不是自己跑出來的 的確是因為 你吃到辣的 所以你有辣的感受 吃到酸的 所以你會被酸 有不一樣的味覺嘛 所以呢 其實這裡面啊 就是和和之相 他沒有自信 但是他並不是平空而生 所以呢 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啊 這個下面的 下面要講的結論是什麼 蛇味為原生 蛇是戒 這一個三處啊 這三個戒都是沒有 三處都無 就是沒有一個確實的一個像 或者是一個戒分 一個處所也好 或者是一個類別也好 那因為它是虛妄的嘛 蛇 蛇與味及蛇界三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那我們這一段呢 就談到了蛇跟味 還有蛇事 我們每天都在吃飯喔 穿衣吃飯 但是呢 禅宗祖師講喔 每天吃飯 但是沒有咬著一粒米米 這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明白了這一段的虛妄性 也明白了這一段的道理 你就聽得懂 禅宗祖師講 不咬一粒米 吃茶吃餅都吃的不是那個茶的味道 也不是吃那個餅的味道 那到底是什麼味呢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體會 所以從頭再來回頭吃 你就會發現 嗯 這個吃東西還真的是大哉問 今天呢 我們簡單介紹的這一段 那請大家呢 來做分享和問問題 師父阿彌陀佛 想請師父開示 就是這個八個字啊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我們知道 從五印一路到十八界 都是以這八個字來做結尾 但是啊 這八個字啊 我們如果用一般二言論的講法 如果不是因緣 那就是自然性啊 如果不是自然性 那就是因緣啊 那所以不知道這樣放在一起 那佛頭是要告訴我們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感恩師父 因為他整個論述啊 其實都在講這件事情 從十番顯見的第九啊 顯見超勤的開始 就在超越我們一般的二元論的觀念 一般二元論呢 就是我看到這個世間就是有嘛 那為什麼它是有 因為它是因緣合合而產生的一個像 那這個像呢 我們仔細去觀察發現 嗯 好像真的有一個東西出現了 就是因緣合合而產生 譬如說我們見面 這個叫做同學 我們是同學會 那同學會到底有沒有呢 什麼叫做同學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因緣合合的出現 可能可以說幾年幾月幾日真的是有哦 是不是這樣好像真的可以記載 那人也是因緣合合而生 我真的活著 這件事情看起來是有哦 那我們現在每天吃飯 從早到晚吃酸甜苦辣 我喜歡吃辣椒 我喜歡吃飯 我喜歡吃麵 我喜歡吃中餐 我喜歡吃西餐 那看起來好像吃東西真的是有哦 而且這個味道還真的是挺有味道 津津有味 這津津有味是什麼 這是因緣合合的現象 但是我們現在就來探討 那既然是有一定有一個來處 結果發現 嗯 那找來找去呢 好像也不成一個具體的有 因爲什麼 因爲它是假的油 我們現在吃了再好吃 嗯 它沒有那麼的真實 因爲你看吃完了之後呢 你在這個瞬間的感覺的味道 它不復存在 那也許我們會說 我知道 哎呀 回味再三 可是當你吞下去了之後 你那個舌頭的味覺啊 哎 似乎沒有辦法再重來 哎 那我再吃一口看看 可是那個那一口跟前一口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只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以為它就是固定的味道 所以就是它到底是從蛇來的 還是從未來的 那就是從成來的 還是從根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 那它到底從哪裡來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破因緣 非因緣嘛 但是呢 你說那不是因緣 就是它本來就存在 就是剛才所講的 是空嗎 就是哎 我一定有父親母親來生我嘛 那可是你既不是父所生 也不是母所生 也不是父加母哦 那因為你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自己有自己的緣 可是你又不能夠沒有父母哦 那難道憑空所生嗎 就像以前講的 那個石頭蹦出來嗎 你本來就存在嗎 也不對哦 所以非因緣 非自然 同樣的這個味道 也不是它本來就存在哦 不是本來就知道 還是要藉由吃 而產生了一個味的感受 有一個味覺 有一個蛇視 所以呢 它既非因緣 也非自然 就是告訴我們什麼呢 其實它在講的是什麼 生滅去來 生滅去來的這個現象 是一個假友 但是呢 有的人聽到的生滅去來 那既然這些都是假的 有的人走極端哦 既然吃飯是假的 那我就不要吃了 那你不要吃會餓啊 可是吃了也是會餓啊 那你要吃還是不要吃 那這東西很好吃 可是呢 哎呀 我這吃了一下 不如不吃 為什麼 因為太好吃了 哎 吃一下就沒了 心裡面呢 就會很懊惱 那以後就沒得吃了 那你就不要吃 不要吃也是會生滅 那吃也是會生滅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去認識它呢 不是捨棄它 也不要執著它 因為好的 它是生滅的是假的 壞的 它也是生滅的也是假的 但是呢 它是本如來杖 常住妙明不動中原 那如果這樣子我們就會 原來呢 穿衣吃飯喝茶吃餅 它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發現有另有天地 這個天地是什麼呢 其實超越因緣 超越自然的之後呢 會發現平常心是道 那平常心是什麼 平常心有滋有味 這時候啊 你就會隨緣 就有好吃的山珍海味 你也不會煩惱 隨緣來結緣 那沒有好吃的 你只有粗茶淡飯 只有一杯水 你也是能夠有滋有味 可以讓大眾去體會一下 的確很有趣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們不要顧著 不要顧著在某一種定性上 因為我們通常都會有兩種執著 那這個偏執常常控制了我們的喜怒哀樂 感恩師傅 師傅好 我是岳婷 岳婷你好 我今天想來分享一下 就是這一次是討論的是那個蛇的部分 那我就回想到我小時候啊 其實很早就有接觸佛法 然後也常常聽人家說吃素很好 然後有一段時間呢 我就天天回家就跟我跟我媽講說 你要煮素的 然後素的要很素哦 就是油也要用素的 然後鍋子也要清乾淨 然後我媽就把我痛罵一頓 因為我媽就是那種傳統客家人 就是炒飯 就是炒菜一定要加肉絲 甚至還要加豬油 然後煮的油油香香的 大家才能入味 那我就覺得啊我要吃素啊 這樣子我就沒有辦法吃素了 可是每次只要一提到就會被爸媽罵 說你修修修到哪裡去 一天到晚要炒著吃素 好吧那小時候因為跟爸媽住沒有辦法 那現在長大了啊自己可以控制了 那因為剛好職場上呢 其實也蠻友善的 就是很多的同事都是有在修有在吃素 所以在上班時間呢 我都盡量吃素這樣子 那剛開始吃素的時候 我會發現去那個素食自助餐店啊 常會聞到一股味道 那個味道我真的很 剛開始很不習慣 就是那種素食的味道 吃的很不習慣 可是吃久了之後慢慢就習慣了 可是回到家就是因應家裡的狀況 就是偶爾還是會碰到肉食 就久久一次然後吃到有一次吃到水餃 就發現那個水餃居然吃一吃會有腥臭味 然後我就想說 我這水餃是去買那種菜市場 人家剛包好的應該不會發心發臭啊 就回去就是在上班的時候 跟同事就是討論到這件事情 同事就說 那個就是真正肉原本的味道 原本肉就是有腥臭味 可是我說我以前吃都吃不出來這種味道 他就說因為你常吃素 對味道開始敏感了 所以你吃的肉才會有那種味道 然後我就想說 原來吃到肉原本的味道這樣子 那因為上了這個蛇式的部分 師父常說就是不管是任何味道也好 或者是眼耳鼻舌的聲音 那其實都是新的作用 雖然心裡面還是很想說 終於有一天我一定要吃全素 可是現在就是隨緣自在這樣子 恩感恩師傅 很好 很多人吃素其實會有一個過程 我們慢慢的回到自己的本來的這個 應該是說我們最原始的味覺 其實我們自己的身體會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吃什麼 就像神農藏百草 他為什麼可以透過他的蛇根 就能夠辨識這個食物 對我們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 那其實是因為他沒有被這個味道所蒙蔽 所以保持他的蛇根的靈敏性 所以他就可以很平時的去評估 我們現代人因為從小到大 其實我們大部分在吃東西 其實不是吃食物 是在吃調味料 麻痹我們的蛇根 當我們已經習慣吃某一種偏好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老奶奶 老公公 年紀大的人 他的蛇根會 重口味 為什麼 其實他的蛇根已經是遲鈍了 那現在的人也是很容易 年輕就很遲鈍 因為我們吃了太多的這種刺激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開一個玩笑 好吃的就是天然的有機的健康的就是不好吃 好吃的就是不健康 常常把自己的身體弄得很遲鈍 那遲鈍到最後 你什麼味道都沒有辦法 那麼敏感的在第一時間就知道他是對你是有害的還是有益的 那這最後呢 其實我們在吃的是蛇事 不是在吃食物 我們在吃感覺 我們在吃自己的偏好 所以造成很多的失衡的狀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們在吃飯是要保持決心 失存五官 那你在平常這個食物的味道 你就會發現 平常很簡單的食物也覺得很好吃 好好去試試看 喝一杯水的時候 然後你靜下來你就去觀想 我現在喝的這杯水呢 是佛陀給我的喔 佛陀給我的水呢 叫做潮溪水 這是六祖大師講的潮溪水 那這樣子呢 你在喝這一口水 你就會充滿了感恩 也會充滿了腸胃 說不定喝水都會開悟 那這個時候呢 你吃什麼食物啊 你的對於味覺的要求 就不會一定偏執於某一種 那這時候呢 你的心啊 就會超越了這個味的一個限制 那你就超借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借這個機會啊 每天都有修行的機會 我們就每天就拿來練習 反觀至心 那這樣子呢 你的修行啊 就會在生活中 隨時都有機會 甚至於不小心 你就開悟了 恭喜各位 好 那今天呢 簡單講到這裡 阿彌陀佛